脸上带着阳光般笑容的台南一中毕业生杨振杰 开心跟同学合照 上周六 他跟同学骑车出游 天雨路滑摔车 头部重创 座内出血昏迷 还在陈达医院家户病房抢救 他的家人上网集气后 昨天奇迹终于发生 今天清晨短暂醒来 人未完全清醒 还处在昏迷状态 他的父母今天到台南一中 他们希望可以收集亲朋好友 老师或者是同学的录音 一起呼唤他给他鼓励 希望他可以早日完全清醒 校方致政急难救助金给他们应急 学校师生已在会诊录音档 为他加油打气 杨振杰是高雄陆组 北陵里的李明 他读台南一中时 每天从高雄搭车到台南上学 由于北陵里 周边医疗资源缺乏 他看到有医生愿来服务 很受感动 发愿当医生 未来也要到偏乡行医 他学测成绩 无法申请医学系 在聘职考后 如愿考上长庚中医系 也是村子里第一个考上医科的孩子 是春落之光 却发生车祸 他脑部挫伤 暂时稳定 但神经细胞功能尚未恢复 所以还在昏迷 院方表示 虽然他还未完全清洗 病情相对稳定 年轻人恢复能力加 还在进步中 会用最好的医疗资源 全力抢救 董新闻台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